上次有介绍过那个 我要教大家萃取 我们台湾常常在校园看到的一种植物 那它是高大的 应该算松柏类 那这个松柏类它很特殊 这个这一株是我上次 去年11月还是12月 学校砍树 就很多它们长得太高大 就砍下来 就丢在那个地上要扔掉 那因为我们小时候有写书法 那书法那时候我们就会去用这个 这个松柏这个叶子 然后磨磨的时候放进去 然后就有那个松柏的香气 非常香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是不是可以利用萃取的方式 把这个芬多金的味道萃取出来 然后因为那时候快接近耶诞节 我就想说 那就把它扛回去当圣诞树装饰 那刚扛回来的时候是像这种翠绿色的 那因为我现在11月2月 现在已经4月 所以它经过几个月之后 它干燥自然干燥变成这样枯黄枯黄 可是那时候带回来 做圣诞树的装饰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它的功能 如果下次大家有机会在学校看到这个树砍下来的时候 其实可以先拿回家 然后你就把它插在土里 或是你自己想办法用个瓶子把它装起来 然后用装饰的方式 那它这样子就很漂亮可以当圣诞树 那现在因为它已经干燥了 所以我要开始制作萃取的那个香气 我们一般如果说 你知道有使用金油的话 很多国外进来的什么俄罗斯冷山 或其他芬多基的那些树木的味道 其实非常的昂贵 大概10ml到30ml都要一两千块以上 在过年的时候我就先测试了一次 把它拿下来萃取 结果真的香气被我萃取下来 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去用酒精溶剂把它萃取下来 然后你就可以用在你的家里的环境清洁 还有水氧机里面 你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到芬多精 好我现在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萃取 首先呢我们就准备一个空桶子 这个是装酒精的空桶子 我是用大桶的 那大家可以用小瓶的都没关系 好那就弄好之后呢 这是空的 然后我们就 我这边有另外一颗 因为我扛了两颗 其实很辛苦 整个修旅车是塞嘛 而且是扛不上来的 好那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颗 那我们怎么做呢 很简单 好就你就把这个我们刚刚的空桶子 把它弄好 然后呢 这个 像这个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它这个很好摘哦 它这个旁边这个叶子 好你可以整个 好这样摘下来之后呢 就把它塞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塞满 然后塞紧之后呢 就把酒精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等时间 时间的长短就是自己去 决定它那个 看你是要萃取的像 浓度高低来决定 像这个就是 我们就把它用 酒精倒进去 那你的酒精一定要超过 超过你所萃取的植物 那因为这个是叶子类的 叶子类通常其实是非常好萃取香气 那这个是薄荷 这是我另外萃取的薄荷 这还没有装满 然后这个是苹果薄荷 这香气不太一样 好那这个是我目前 我上次发现那个茴香 可以吃那个茴香 听说营养价值非常高 但是它香气非常迷人 所以我自己有拿回来种了一些 所以这个还在测试 这个香气的味道 好那就是把它 这个装满之后呢 我们就把 这个酒精 这个酒精把它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 最快至少要 半个月到一个月是比较好 如果一个礼拜也是可以 可是可能香气跟浓度 比较没有那么高 好当我们萃取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我们的水养机 就如果你有在使用精油的时候 你就把它当成精油滴下去 就是整间 就是跟精油的效果一样 是整间都可以享受到粉朵精 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脱地板 你屁板脱干净之后 如果有狗味 你就可以再把它喷在地板上 然后看你要不要脱掉都可以 所以你整间都会有粉朵精的香味 还有一个就是 譬如说我们上课没有精神 或念书没有精神 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在车上 开车会很疲累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装成一小瓶 这个是高浓缩的 我都会在车上 当然不是只有粉朵精 我会加上其他的很多植物 做提神 还有一些芳疗的作用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用 这样子可以用喷的 那也可以像这样子 这个是别的牌子的瓶子 我把它装在这里面 这是高浓度的 那这高浓度你装好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 要用的时候就把它滴下去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这个植物 一般如果我们有时候在路边看到 或者是学校看到 其实它很容易拿到 那你要自己种也可以 但是要种到那个很大课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可是很多台湾的学校 把它铲除之后就把它扔掉 其实有点可惜 所以你看这样一大课 我们可以萃取很多 所以可以介绍给大家去试试看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谢谢大家